大家好 歡迎收看九次邀客室 我們又回來了 蕾娜消失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九次邀客室會帶給大家 最新 最厲害的政治分析 吃午餐配九次最下飯 那我們今天進入九次邀之前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聊嚴家的絕地大反攻 還記得林靜宜的禁人廣告是什麼嗎 敲下黑色牆的第一塊磚 意思是 如果這次選舉能夠選贏的話 整個圍在中二的黑色長城就會徹底被推垮 所以呢 對於彪哥來說 當然有不能輸的壓力 現在最新的訊息啊 彪哥竟然會深夜傳LINE拉票 連簡訊都出來了 然後是嚴親標 我坦白講 我如果晚上收到這個訊息 我手會抖啊 有點緊張的按開這個簡訊內容 裡面說什麼呢 各位好朋友 請幫忙打電話給台中第二選區 殺戮龍井大陸烏日物風的新聞好友 一起支持五號寬恆 謝謝大家拜託 嚴親標 拜託 聽說標哥下了動員力 每一個投開票所要再加40票 這個東西嚴家的絕地大反攻會成功嗎 當然嚴家去做絕地大反攻是必然會狀況 可是民進黨也不是吃素的 民進黨從下一開始會有一系列的造勢活動 昨天我們農農出來了 我們看到吳一農 晚上陪著林靜宜去掃街拜票 今天晚上還會有誰呢 林非凡也會去陪著這個林靜宜掃街拜票 不只這樣 早上有陪同的人員 中午有陪同的人員 下午有陪同的人員 晚上有陪同的人員 到底民進黨在最後會怎麼樣固守最後的戰況呢 楚音姐會來跟大家做最後的分析 甚至在中正萬華的罷免選舉 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這場選舉啊 國民黨好像已經放棄了一場 就是中正萬華的這個罷免林常佐的選戰 最近兩天國民黨好像活起來了 開始站街頭啊等等的 到底林常佐會親旗過關 還是會不幸落馬呢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來自於中正萬華的康家瑋 來跟大家獨家分析 他對於中正萬華選區的了解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中正萬華到底還有沒有可能翻盤呢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台灣現在有點麻煩了 就是說好像有零星的Omicron的疫情在台灣發生 可是中國真的遇到大麻煩了 西安封城至今已經十幾天了 可一點都沒有疫情下降的跡象 不只沒有疫情下降的跡象 既然在西安 網友現在傳出來 你在西安可以餓死 可以病死 可以悶死 但是你就不可以確診病毒 Omicron病毒而死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張照片引爆了西安玄王 這個是一位孕婦即將要臨盆了 進到醫院說希望可以被急救的時候 醫院說不行 你要等你核酸檢測才能出來 他就活活的在板凳上 看到沒有 下面有一灘血 在活生生在板凳上等核酸檢測出來後 小孩子已經不飽了 這件事在中國全網被引爆了 西安的防疫到底出了什麼荒唐的狀況 甚至提問他們糧食也出了問題 現在整個西安是以異物異物來去做進行 有人用兩顆馬鈴薯換一堂數學課 有人說要拿我的iPhone來換一袋大米 但是 這位是來自西安市的官夫人 他竟然公然的炫富說 他地上有非常多發的糧食 整個西安內部到底有什麼狀況 為什麼在西安會有一個西安兩個世界 一邊是為了要進到醫院 但是沒有PCR 進都進不去而導致流產的悲劇 另外一邊則是糧食多到可以在網路上炫富呢 中國內部有什麼問題網點傑民哥來幫大家解析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千萬不要離開 然後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我們現在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立法委員林楚音姐你好 好好好今天要告訴大家 如何在台中來參訪一個 中二嚴家致富之路環遊團 要告訴大家所以不要走開 嚴家大富翁 嚴家大富翁 對對對 等一下楚音姐會獨家帶給我們嚴家大富翁地圖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我們來歡迎這個 前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憲大安文山市議員李參選人 趙宜翔 宜翔你好 大家好 我今天也要介紹 嚴寬恆曾經有邀請 70萬名中國的人來到台灣來定居 這一點我待會兒也一起來分享 喔 今天宜翔要給我們大爆料 有70萬中國人來 那來中二定居 那他就直接躺著就上了 那個2萬3萬就上了嘛 不是8萬票就上了 他還說你如果來中二 沒有擔心沒有地方住 我土地多了是 我幹給你 OK好 那我們非常期待等一下宜翔的爆料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台北市 友善空間發展協會執行長 憲中正萬華市議員李參選人 康家瑋 家瑋你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我也要來分享一下 中正萬華目前最新的選情 那我前幾天也跟那個 鍾小平有正面交鋒 待會再跟大家分析 謝謝大家 今天節目看起來蠻精彩 連我都期待了出來 最後一位是資深美景的汪傑銘 傑銘哥你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來這個進入討論之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整個中二選區 發生非常非常多的怪事 除了彪哥會晚上傳簡訊給你之外呢 現在這樣傳出了 家長開始大量要求 自己在外地念書或工作的小孩 把身份證寄回選區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投開票所監票員 一雙銳利鷹眼丁浩丁滿 戰況激烈的中二選區 在投票倒數階段 街頭巷尾居然盛傳 同學是家長叫他們一定要寄回家 身份證寄回家 然後到時候要那個選票的 民主上面有聽他們在討論那個事啊 他們在台北工作的朋友 家長一直催他們 要把身份證寄回來這樣子 他們也很懶得回來 人不用回來 身份證寄回來就好 宣前冒出這樣的討論 其人一鬥 要來冒名投票呢 還是說他們只是要把他們 身份證收起來 讓他們沒辦法去投票 154個投開票所 若是每一個投開票所 做了這個10張的票的話 就影響到1500多張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 綠營質疑要年輕人寄身份證 不能排除冒名領票代為投票 這會涉及刑責 或者想降低年輕人投票率 台中市的選監工作 台中市政府辦這些已經是 可以說是相當的 辦得非常的平順了 怎麼會有這一種 莫須有的無中勝有的事情出來呢 中二選區90個理貢 258個投開票所 其中104個投開票所 藍綠各有104位監票員 台灣股票黨95名 其餘154個票所監票員 由台中市府林派 檢警也緊盯中二選區 烏日霧風清水分局 各派一名檢察官進駐 每個投開票所 維安警力由一人增加到兩人 規劃已增至516人 選委會也強調 將落實選舉人身份查驗 加強監察 防範茂林選舉票的事件發生 邢明哥怪招太多了吧 身份證也收 然後現在說彪哥下了動員令 每個投開票所要再多 30票出來 到底怎麼樣 因為我其實昨天有遇到陳其勳 他說在選前會有很多怪招 他說這個怪招其中之一呢 他就是叫年輕人把身份證寄回來 剛剛是有人據名受訪 表示有聽過耶 那個據名受訪 他是什麼情況被受訪 是看了資料在受訪 因為有時候被受訪的 他是會被 你先看一下這資料 然後你來評論 那有些可能是真的事實 真的是知道 那事實知道的人 他可能會變陰啊 或怎麼樣 那時候我不太清楚 那路邊訪問怎麼樣 不過昨天那個訊息是 的標題是怎麼樣 因為至少有140個投票 開所是沒有監票員的 沒錯 所以這個情況下 沒有監票員在旁邊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 有人會拿著 就是我是我弟弟 我弟弟的身份證 我是哥哥兩個長滿像的 然後透過這個監視系統 直接可以去投票 還是直接大喇喇 就找張三李氏 直接拿這個身份證 去投票 這個事情我們不知道 當然還有一派說法是說 簡單一句話 因為很多年輕人打電話 跟爸爸媽說 不要再投庭還衡了 爸媽直接說 你把身份證給我寄回來 人不用回來 對你不用回來 身份證計劃就好 對我還要避免 還要避免你真的給我回來了 就是有時候我們說 沒有回家嘛 我懂你說這有兩招 一種就是說 我可以拿著身份證去假投票 對 那如果闡官成功的話 嚴官票就變多了 是 另外一招是說 你沒有身份證你沒罵投票 對 林靜穎的票就變少了 沒錯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今天你是拿別人的 這個身份證去投票 當場被發現到 這是涉及刑事 馬上記者就會知道這個消息 這事情就會鬧大 那所以就是說 真的有可能的話 就是在那一百四十 貌迷是難一點 貌迷是真的很難 所以我們這個解讀 其實這個消息 我是有一點點的質疑 但是很可能父母親叫把 這個事情也發生過 你還記得韓粉最嚴重的時候 很多的小孩子是反對韓國瑜的 他不給零用錢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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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說 你給我 不投豪運國瑜 我不給零用錢 甚至那句話說 你把身份證給我寄回來 我不准你過來投票 好 所以這個是不是這個情況 我倒覺得是可能性比較大 不過呢 這我比較關注的是 標哥動員力下真的 因為我們知道 嚴寬恆小於嚴青標 當然 對 那嚴寬恆是在嚴青標的 這個所謂的勢力範圍 但是盧秀燕又小於嚴寬恆 那國民黨又小於盧秀燕 所以朱立倫才會說一句話 說不要引發政黨對決 這個排序很重要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說 嚴寬恆其實是 嚴青標是大家所在乎 他最後會出什麼樣的招數 那這一次呢 其實不演 就直接就已經設定 就是8.5萬票 這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在選戰開始的時候 了解中二選區的人 就已經知道 8.5萬票 就是標哥在這次要下的 這個動員令 指標動員令 那在這8.5萬票裡面 分達到各個的理 各個的靈 到各個莊角 所以他們把這個組織 全部動員完之後 去估算出來的是 8.5萬票 好可怕 但問題來了 經過媒體不斷地 重追猛打 加上蔡英文總統 在殺戮那個肇事活動 讓嚴青標必須不演 他不能在所謂的 鴨子滑水 到領長旁邊去做 來不及的時間太短了 他根本二話不說 直接就是把這個動員令下去 因為他們壞回報說 其實只能開出8萬2千票 標哥 至少給我到8萬5千票 每個頭開票所 要再加30票出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 現在的莊角 壓力有多大 他們電話打得多勤快 甚至可能就是各個莊角負責的 那5家6家的這個家庭 可能都進去了 去解答所有關嚴寬恆的事情 而且要說明這件事 可能裡面還包括了未來 如果嚴加繼續擔任這個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可能有什麼樣的想像空間 太可怕 而且你看 他還說盡可能把支持者 把醫院或療養院的長者 全部都載出來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選票裡面 會看到一個特殊的畫面 就是一部車子過來出來的人 都是那個 就是帶著那個 這個其實不錯 李韻大同編的洗老夫用 那種就是這個狀況 但其實他們是洗老夫用去投票 不是我在想說 那些老人家有些在插管的 有人已經在戴呼吸器了 還把他拿去投票多麼的殘忍 但這已經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已經到兼必親野了 任何一票都不能少 所以對嚴親票來說 一定是這個選情非常的緊張 他已經要下金吃奶量 最後奮力薄 沒錯 所以人家說一句話 這會不會是個陰招 到底有什麼樣的陰招 我們到時候真的要繼續解讀下去 對 那另外呢 你說彪哥現在除了這個打電話 傳訊之外 連民進黨的支持者都接到 我們這樣講的句話 其實彪哥呢 我們就是 部分藍綠 對 他是部分藍綠的 我們必須說一句話 其實在他經營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麼即便是綠營選上的議員 尤其是越資深的 我們要暗示什麼 大概基本上都跟這個 嚴親票有一點重疊 當然這是地方的生態 對 這是地方的生態 你基本上這個地方就大佬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尊重他的看法 那久而久而的時候 就博出一定的 某種程度的感情 當然現在已經是下洞令院 綠是綠 藍是藍 但是他敢做這件事 表示某種程度 兄弟 以前我做了什麼事 你還記不記得吧 那上次那條路怎麼開的 你還記得吧 那現在副議長是誰 我女兒 對 那將來如果我們到 如果我們這次上立法院 你們做什麼事情 我標歌都已經記下來了 對 比較有接不接一下 這個意思 某種程度 應該不是說嗎 晚上接到這東西會發麻 我會怕各位好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跟你那麼好 不要不要傳給我 冰凍三尺 非三十年之寒 這已經是三十年 標歌的這個最後一搏 那當然要說一句話 是有LINE傳票 LINE拉票 表示這個是 你想我們兩個也有LINE 對不對 我們兩個LINE是因為 我們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跟很多人沒有LINE 因為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要有關係才會有LINE 標歌有LINE的 一定都是自己人 是啊 標歌不是像我們 套出加LINE的 所以那問題是 如果民進黨里長 LINE拉票 那表示一件事 民進黨的這些里長 跟這個延青標 一定某種程度是熟識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不要求 他並不是要求 這些里長倒戈 而是呢 比較沾沾 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不要動那麼多 你已經表達對於民進黨的忠貞了 到這邊結束 到時候我看看 你這個裡 開票狀況是如何 我覺得這種事情 是亮家覺得一件事情說 30年 標歌其實在當地呢 還是有某種證責力道 所以呢 他才會發這種訊息 你給一般人沒關係 竟然是給民進黨的里長的 一些事情 蠻嚴重 當然民進黨里長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跟我這樣子的話 我就報給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發給我了 我對黨忠誠 好 所以這個事情呢 會報出來表示呢 確實有些民進黨里長 可能已經不買單了 他認為這一次的選戰呢 很可能嚴寬恆會敗選 那未來情況下呢 我要繼續的這個努力下去 那也許在明年的選戰裡面 民進黨的議員會多 搞不好副議長也不是你嚴加的 所以這個角度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里長一定要跟議長合作啊 里長一定要跟這個台中市政府 因為他要的是政機啊 前面馬路通不通 前面的這個水管 馬路有沒有 沒有瀑布有 等量入瓶水溝溪 這些都是要跟議員 跟這個台中市政府合作的 對 所以這個情況下 一定有些里長他覺得 你這樣做太過分了 我把這件事情報出來 但也看得出來 這種所謂的地方的這種派系 還有這個台中市政府 跟里長之間那種情意的糾葛 從這張這個LINE傳訊當中 我想民進黨要高度的戒備 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一個極恐怖的細胞簡訊 是 非常謝謝傑明跟你的分享 那我們去回到這個所謂身分證 跟怪招話題 褲英姐你說 因為你前兩天也下去過 對 我1月3號4號 兩天一夜都在台中 我去了殺戮烏日跟龍井 是 那遇到民眾他們 因為我會穿一下我自己的戰袍嘛 對 那他們發現我是林楚音 馬上就拉住我的手 第一個是是問我 有沒有到817去打卡看一下 拆得很慢 民眾一直在抱怨 覺得他們家真的是很不要臉 就是敢拖成這樣 覺得太不公平正義了 是不是只有嚴家可以蓋豪宅 可以蓋維建鬥 不用拆 第二個就是跟我講說 褲英 我跟你講 最後一個禮拜了 我們聽說我們地方上 我聽到的是地方上 有一些人 他們的身分證被收走了 然後說什麼呢 說怕他們忘記去投票 所以收走了 等到投票那天再來領 這什麼怪招啊 為什麼要領身分證 因為你可能帶回去的 不只是一張身分證 還有好幾張四個小朋友 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太怪我懂啊我懂啊 就是說他今天要掌握那些可能支持 林靜宜的嘛 喔不是喔 是 只要是你有可能來投票的 對 戶籍在這裡的 我都把你身分證帶走 是 帶走之後呢 你來領身分證要去投票的同時 他會給你四個小朋友 千元大超啦 喔 然後就告訴你說 欸要給投票 要投誰你知道喔 喔 欸這個厲不厲害 這才能確保票票入貴 而且這個錢很順利的 就到了該需要的人的手上 這個是當地的民眾告訴我的 對 就說 所以叫我們要訪 第二個要告訴的是說 他們確實有聽到 確實彪哥最近走動的很平凡 在過去他熟悉的朋友那邊 他都有去走動 然後一做就做半個小時 是 然後 他可不是只是 就是用Line 他本人清心給你拜託 然後這個拜託出去的 都是地方上的一些 士生大佬所擁有的不是一張票 是一群票的 是 所以對於嚴家來講 這一次的選舉 因為過去嚴家 一直搶到自己在地 但是沒有想到在地為王啊 真的是 所謂土地的主人 沒錯 透過這些便宜的方式 去飆到地 飆到公保地 飆到保護區的地 然後或者是用拍賣的方式 一拍二拍 三拍以後進手 用便宜的價格 買到地之後 然後就是期待 這個所謂政商的合作 然後讓土地翻身 所以這些事情 過去民眾不知道 國民民主只是覺得說 你別說人家過氣的 背景啦 人家也是做了很多好事啊 對不對 可是現在照原來這些好事的背後是 好野他們家啦 是 非常謝謝褚英姐 非常 我坦白講 我聽到這邊我真的瞠目結舌 我們知道 選舉最後會有怪招 沒想到可以出怪成這樣 但當然不是說 這一定會有人發生 因為現在有人具體指控嘛 所以檢調 你要盯緊 盯緊你確保這次選舉的公正性的話 不管是誰當選 誰才可以說我自己是正正當當 光明正當的當選嗎 所以我們這邊再一次呼籲 檢調真的也要盯緊中國選舉 我想問一下 宜翔 你除了我們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彪哥現在全部都開始動員了 彪哥開始動員是一回事 可是你說 嚴家以前在立法院做了很多怪事情啊 甚至還提案 讓中國人70萬人移民到台灣 我其實 顏寬恆這幾年 這幾個月來 我就一直塑造一個印象 就是他是非常在地的一個人 你知道 只關心在地議題 幾乎全國議題是不碰的嘛 畢竟 就是因為他們所謂的 這個陳柏惟太關心全國議題 才被罷免掉了嘛 所以他要塑造這個印象 但事實上 我覺得這跟大家過去對他認識 是完全不符的 而且甚至於是很大的落差 所以其實我的團隊也去查理一下 這個顏寬恆過去提的一些法案 哦 你幫他提檢 我幫他做一個整理 因為我怕說他 他這樣子好像洗掉了 好像似乎他沒有當過立委一樣 是第一次出來選新人啊 那因為我自己是新人我確實沒有提過任何法案 但他不是嘛 所以我因此我去找了這個法案 這個很好 對 那過去其實他就有提過一個法案 就是說 而且他是共同提案 還不是聯署人 他共同提案 他提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這個 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這個人民關心條理的第16條 的一個修正案 那他的共同提案人是誰 是黃昭順 那他們提案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提案的 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當時黃昭順被罵翻了 但顏寬恆似乎大家好像忘記他存在 那他提了什麼 他提了就是說 未來 只要 中國現在的中國籍的這個 所謂的中國配偶 在台灣 他們的家人有長照的需求 都可以來到台灣來移民 而且 所以我統計了一下 我們的健保 我們的錢要給 對嘛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黃昭順當時被罵翻了 但是顏寬恆似乎大家忘記他存在 就不針對他了 所以這個法案最後也沒有過 但我做了一下統計 我真的去查這個資訊 就是中二選區本身的中國配偶 大概是3000個人左右 所以其實影響的層面 大概最多最多是6000個人 但整個台灣有35萬人的中國配偶 那你乘以2不是就70萬人嗎 因為他雙親就多等於70萬 而且你去看真的他的那個 他的修正的提案 他非常非常廣 他說只要符合這個長照 這個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第三條 的內文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個第三條 其中提的就是需要這個 長期照顧的一些患者 或長期照顧的一些需求的一些老人家 那其實我們知道 當然我們的出於人道 我們都可以接受說 其實確實大家要照顧長者等等 但是無限期這樣子 把門打開開放70萬人來 那完全沒有配到桌子 完全沒有思考到說 這可能對我們的健保體系 這可能對我們整個社區 社會保護網體系 這個東西我不是 不是因為他們中國人我們歧視 譬如說我姑姑是美國人 他去美國移民了 可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美國人 就把我外婆接過去啊 不是全世界都很重視的問題 他們叫什麼 他們英文叫Chain Migration Chain Migration是什麼呢 就有點像鏈子的移民法 我一個移民來 再移民兩個 再移民四個 再移民八個 然後陸陸續全部都過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當然我們台灣 又是一個更特殊的狀況嘛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與其思考中國關係 不如思考我們自己 內部的一個 社會安全網的一個狀況 我們社會安全網能夠容納 這樣子的一筆 這個大量的移民進來嗎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嘛 所以你在思考法案的時候 當然要有配套措施 那這配套措施在哪裡 我確實看不到 所以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非常值得提 因為雖然 他塑造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但過去我們就檢視 他是共同提案人的法案 確實是非常有問題的 而且當時黃昭順真的是被罵翻了 大家網友可以去查 這被罵翻了 要言寬行好像似乎就 不關我的事 完全沒事 死道友不死平道 那你說好 那這個 如果是人道人道 那我們就講到第二塊了 第二塊他曾經還提什麼 他曾經 這是連署人不是提案 那他曾經連署什麼 就是要成立這個自由貿易的經濟特區 這個特別條款 提案人是誰 你看到嗎 這提案人是我現在目前是沒有 可是他是連署人 那其實當時我們知道 這個整個的特別條款 都是來自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一直在亂拋 韓國瑜講什麼 刷新格來高雄 迪斯尼啊什麼 那這也是其中他拋的一個項目 那拋出來之後 當然就似乎還是要表面上做個負責任的動作 那所以你聽起來好像是OK的 聽起來 這個是促進經濟發展等等 他的目的 可能大家覺得說聽起來是OK的 但事實上你去看他的條文 也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說他條文很大問題 因為他主要就是兩個項目 第一個是開放入資 就是其實他在這個製經區 他要開放了 就是放寬這個入資的一些相關規定 我們現在其實有投審會 我們對入資是非常嚴格的在審查的 那未來製經區 其實可能就成為一個入資的漏洞了 讓入資可以成功的來到台灣 第二點 就是所謂的中國的移工 中國的工人來到台灣 在製經區裡上班 那過去其實我們對於中國的勞工 也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但是製經區其實在提議當中 就是希望可以放寬這些規定 那第三個問題其實也很嚴重 就是我們後來也看到 這個美國跟中國的這個貿易戰開始打 對不對 那其實製經區有可能會開放的一個漏洞 就是讓中國的產品 洗成台灣的產品 再重新輸出美國 那逃避這個美中貿易 所造成的一些相關的後續效應 所以因此我們其實看到 這整個法案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之後 我們知道也沒有塵案 對不對 而且事實上 我們蔡政府過去幾年也證明了說 蔡政府其實在我們的經濟 政策之下 我們強調的是 要讓台灣的經濟升級 而不是更廉價 不是cost down 資金區域就cost down的概念 雙綁入資 雙綁這些規定 讓cost down 讓這些更廉價的一些生產 可以在台灣發生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應該走的是更高端的經濟 所以因此 蔡政府也證明說 我們不用這樣子的方式 也可以達到6.2%的經濟成長 所以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去檢視陽寬恆 陽寬恆真的 他這幾個月 我覺得他行銷算是成功 好像大家都忘記了說 他過去有這些很爭議性的法案 似乎好像就在地小朋友這樣子 都沒事 我就是服務老人家等等 但其實這幾年來 真的是很有爭議性 然後這爭議性 其實彰顯的是什麼 對於法案的思考不周到 那法案的思考不周到 所以導致這兩個 重大爭議性的案子 最後當然是不成之外呢 我覺得可能也會 如果成的話 可能也會對台灣造成 很重大的一個影響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宜翔分析 我覺得宜翔這個點是非常非常正確 因為我們最近幾天都被 這個原家家產啊 土地啊所迷惑 我們已經忘記了 他當過立法委員 他的立法委員的過程 他的成績是應該被檢驗的 他提了什麼案 立了什麼法 到底質詢幾次 刪了什麼預算 我們全部忘記了 是我們的錯 因為他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我很高興宜翔真的把這件事 倒回正軌 言寬恆 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立法委員 這是一件事 那我現在想問一下家瑋 家瑋因為我們 像這件事情 很有趣 因為第一件事 彪哥跟我們這種不一樣嗎 我們這種就是 逢人就加LINE 我是小弟是正號 加個LINE 加個LINE 換個LINE 彪哥一般人不會換的嘛 對不對 一定是有認識 有互動才會換LINE 那呢 彪哥也敢這樣傳了 也知道 因為這都老兄啊 低啊 互動很多 所以彪哥才會傳 結果現在被爆出來 表示真的林靜宜講 對嘛 一塊黑牆的磚 已經被敲下來 鬆動了 藏城要倒了 那你怎麼看中間選舉的狀況呢 是的 因為 像剛剛那個浩哥說的 像我們這種新人 真的是走到路上 是只希望大家加我的LINE 不是我們去選別人啊 而且有時候我加完LINE 我還要說 不好意思可以跟我拍一張照嗎 因為我怕 加回去不知道誰是誰 會失禮嘛 所以選舉很細膩 對啊 因為我們真的是每天 要遇到太多選民 我們真的是 希望跟他們有這個 擲乾淨啦 所以我們是要這樣做 那我想 這個言清標的等級 應該是不需要這樣做 就像我們出去 通常那個名片上 沒有手機的 都是大老闆嘛 沒錯 因為他不會隨便給你啦 他有三張手機 對啊 那你說像那個 言清標這種LINE的人 怎麼可能在路上 隨便跟你加LINE 對不對 那所以我認為說 今天他一定是選情有到一定的 這個告急的程度啦 那我本身以前也是讀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就在台中 所以我以前在台中啊 我沒有聽過什麼 什麼 嚴家出來掃街的啦 然後沒有聽過他出來主樂團的啦 也沒有聽過他在那邊裝可憐啊 然後甚至還要這個跟小朋友這個搏感情 辦巧虎 辦到 老虎還穿錯 對 因為我本身也是屬虎 那今年又剛好虎年啦 所以我本來是有想說 站在路口的時候 可以弄一點有關老虎的一些元素 拜票 站街口啊 可是結果後來 他這個新聞一出來 害我也不敢穿 因為我怕別人把我跟他聯想在一起啊 所以呢 我現在只能用一隻老虎的小手套 對 那我說實在 因為 剛剛我跟那個儲英姐在聊天 那儲英姐是說 啊 不好意思啊 最近都沒去萬華 那我說實在 因為說實在 萬華的選情真的也 應該大概已經比較明朗了 那因為我看這個 那個 朱立倫啊 這幾天說 這個台中是在地跟空降的對決 但我覺得我不這麼看啊 因為其實我看 像儲英姐去哦 哇 以前我們在講雙齡雙贏 是林靜瑩跟林常佐都要贏 可是現在儲英姐去 雙齡也是雙贏 因為兩個都是有美貌又有智慧的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啊 這個台中的選民 他們現在想要看的是專業的 然後要有專業問證 然後要有這個 這個呢 智慧的 而不是說 只是你說在地 在地問題是 我在萬華 我也是在地啊 但是我也沒有招待所啊 我也沒有一些什麼 違法的土地啊 那怎麼會在地差這麼多 所以我看 林靜標他目前這樣的行為啊 大概我看已經是 嚴加最後一戰啦 那如果這一次如果又輸掉 我想大概整個 台中的嚴世王朝 大概就要瓦解了 沒有錯 非常謝謝這個家瑋的分析哦 那我們來進入到下一題之前 我們來念一下斗內 念斗內是最愉快的時間 Vector Chen 他說 應該是想降低投票率 投假票就嚴重了 對你的猜測也是我們大家所擔心的 所以我一樣要呼籲哦 不管是監票人員 或是地檢署 或是檢調系統 一定要好好的把這樣的選戰 變成一個公正的選戰 另外一個呢 他說 他說嚴寬恆他不在乎 他想繼續致富購買更多土地 繼續幫助他的朋友致富 鄉下人很天真 會繼續投票給他 他們為什麼要改變 鄉下人都習慣他了 他們也怕他 鄉下人不會關心立馬部門發生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太遠了 他們只知道 他能對他們做什麼 哦這個我覺得啦 當然很多傳統的人會覺得說 可能在地人不會想那麼多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不去想那麼多 那永遠你的便宜就是被有權力的人站走 所以這次選舉 大家拜託 你不關心政治就是政治來霸凌你 所以這次呢 一定要大家來關心政治哦 你就去投票 不管你要支持誰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關心政治去投票 但進入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簡明哥 今天我們最近看到一些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柯爸柯媽出現了 陳佩琪也出現了 顯然民眾黨正在跟嚴寬恆递感染枝 可是有個數據很驚人哦 有媒體把整理出來說 民眾黨在2020年 在這個選區得的政黨票哦 包含殺戮 烏日 大陸 龍井 霧峰哦 民眾黨的政黨票七千五千四千六千四千 加起來是兩萬八千三百八十二票 民眾黨在這邊有兩萬八千票哦 這個媒體說 就算這些動員力只來一成 兩千八百票 影響都很大 對 因為我們看這個事情哦 要從兩個層面來做思考 第一件事情呢 柯文哲在做 他最擅長的事情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割韭菜 那之前呢 割的是民運黨對他的支持 希望打敗的是國民黨 所以呢 既然民進黨想打敗國民黨 他就去割民進黨的這個韭菜哦 而且第二次呢 第二次選舉買名字就是 你不吃吃我 當時還記得跟蔡英文擺臭臉 所以呢 這個這個情況下 那當然在 立法委員選舉裡面 他也是 為了讓國民黨慎選 他故意呢 在這個民進黨可能慎選的 立法委員的選區裡面 就安插一個人下去選 那這個選下去之後結果呢 當然就出了問題 很多立法委員就這樣失敗了 所以呢 他的割韭菜的功力呢 他是打沒有成本 他就出一張嘴巴 打這個沒有成本 其實股票就是買空賣空 他就賺了一點點的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 買空賣空的傢伙 而且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的傢伙 但是問題來 就是說 這種選票 在土地上就叫機靈地 對 機靈地 那我們知道政黨票 跟你的候選人 其實並不成鄧比 我們舉個簡單例子 像在這次總統大選裡面 民黨的政黨票 就沒有像蔡英文總統 開這麼多 所以個人的魅力 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當然就這個 這個柯文哲的時候 他也想試試看 到底之前有12.8%的一個支持度 現在經過這段時間 尤其是到今年的年底之後 我們就不用再見到柯文哲 這個人在台北市政府了 所以呢 他當然也想測個水溫 用這句話來測試 當地到底這樣的反應是如何 那如果 如果真的很不小心的是 袁寬勝選的話 他也可以跟袁寬賣個功勞說 你看我在最關鍵的時刻 陳佩琪都貼文耶 陳佩琪貼文說 他看到柯文哲就看到 看到柯文哲就看到了 顏寬恆 他認為顏寬恆就跟柯文哲 2018年選第二任市場 所受的待遇一樣 他來把柯文哲跟顏寬恆做強連結 沒錯 因為這個就是我剛才講 第二關鍵點 他當然是對林靜寅恨 因為大家還記得好心肝事件吧 誰踢爆好心肝的 因為那時候一堆人去排隊說 打什麼肺炎 肺炎什麼求救 我到現在沒有辦法 把那個全部唸完 因為太隆藏了 但是呢 話說來 林靜寅說沒有 他們有小黃卡 他們那天排隊是打疫苗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打疫苗 因為那時候疫苗很全虛嘛 那這時候的 你要知道在好心肝還沒出事之前 柯文哲因為民調上面 基本上是大幅的提升 這是他難得執政 在後面這個三年裡面 有這麼好的一個聲量的時候 突然之間被林靜寅一槍 就像那個那個鴨子 準備要飛上天嘛 就在嘎嘎嘎 飛上天 飛得開氣 一槍 而且柯文哲很糗 因為他每次防疫的時候 他都嗆說你又不是醫生 我是醫生 我才是專業 林靜寅每次在電視上就說 吳嫂良也是醫生 對 直接轟下去 後來就爆發了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 萬華奧宮殿的事件 就是慢慢指向 就是柯市府的這個疫調不好嘛 甚至沒有直接打疫苗 那時候還記得 當時發生的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市場的問題有沒有 那時候 對 那時候大家都沒 環南市場 大家都沒有疫苗打的時候 柯文哲就決定說 我們要給他們打這個疫苗 他說就是疫苗 又不是那個什麼 事後 事後 對對 哇 這句話也把柯文哲整個臉都綠了 因為他無能嘛 所以他要再 只好下一個殺手劍 直接在環南市場打這個疫苗嘛 就無能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 柯文哲跟陳佩奇 對於林靜寅的恨 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 因為柯文哲跟陳佩奇 當時就是有AZ 轟AZ 有高端 轟高端 然後轟陳時中 轟疫苗 轟台北市這個疫情最好 其他地方很糟糕 結果被林靜寅中槍一打完 那陳佩奇 當然啞口無言 過去說了 日後來陳佩奇自己打AZ嘛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像他們對心中 對於這個林靜寅的恨 所以當然也要藉這個機會 不管是不是現在民眾黨 在中二選是一個空氣票 還是怎麼樣 他也就是直接對林靜寅開槍 那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這個柯媽去中二選區 這件事情當然是政治 當然嘛 怎麼可能巧遇 要不然怎麼可能巧遇 而且事實上當地 新竹人去中二拜拜幹嘛 無聊 新竹有很多好廟 再怎麼樣不會到中二選區可以嗎 而且中二選區這麼大 你這麼巧 你到這個廟正好圓框 你就出現那個廟 別鬧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民眾黨想趁這個時間 就要一魚三吃 一吃民眾黨還是有聲量 二吃先測試一下 到民眾黨在中二選區 還有什麼樣的好處 三吃順便打一下林靜寅他也爽 是 非常謝謝傑明哥分 純姐我想問你 真的很緊張 因為你看喔 第一個他們黃陽明已經把柯爸柯媽那天的行程安排 很顯然是個精密的政治行程 否則不會搞到那麼細 這只有政治 如果只是兩老的出遊行程 反正我就去嘛 去到哪去到哪 這是一個瞄 他的政治味很濃 第二個是陳佩琪 陳佩琪已經說了嘛 先生今早出門說出他的感受 言跟他在2018年選第二任市長所受的待遇一樣 他意思是你如果覺得柯文哲被民進黨欺負的人 請出來也支持言寬恆 偏偏真的有票 28000票 我就想打就一成 2800票都很影響嘛 所以我問的是說 民進黨最後要怎麼把最後的本馬固住啊 首先我要先回應的是說 可能大家看了會認為是陳佩琪在講說 幫哈先生暴區 但是我要講的是 陳佩琪這是不是也暗示著 那難道說你們家也同意 身為尤其是柯文哲還是台北市長 所以你們也同意違建可以這麼大 公保地可以蓋招待所 然後呢 可以多150坪的這個違建 拆都不用拆 拆了一個多月也不用拆 你身為市長你可以接受嗎 我聽說台北市喔 這個是連一個雨遮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 冷氣機底下的那個鐵架 那都違建喔 以後這兩位都要處理的 以後這兩位都要處理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未來柯文哲是不是也要學盧秀燕 看到違建不拆 然後公保地保護區的地 通通都可以拿來蓋豪宅 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OK 你們站在一起 我覺得我當然相信 柯文哲身為一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又有這麼多席的這個 立委 不分區的立委 在立法院 肯定握有一定的票數 但是我想請問的是 所謂的白色力量 你如果是要黑白配 黑是指這個黑派 對 黑色力量 對 黑派 然後你這個占用 違法占用都OK 你要站在一起 那我就鼓勵你們送座隊 我相信願意去支持一個政黨 對政治有想法的人 肯定都是有一些理念 理想的 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這個陳沛吉的麻吉 一位朱姓的女主持人 也立刻說你話講清楚啊 你到底是不是巧遇 這也是為什麼 明明就是一個排定好的 這個所謂的行程 對啊 我必須講啦 其實當天同樣一個時間點 我也在沙鹿鎮掃 也在沙鹿鎮掃街 而且我有經過這個玉皇店 早上9點半的時候 各台的SNG車 包括各台的腳架都在那 連路上這個賣水果的阿伯 都跟我說 欸 林委員 欸 你要進去裡面拜啊 柯媽媽在裡面 等一下顏寬盒要趕來跟他一起拜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拜啊 我還說 啊 不要 不要啦 這是人家的媒體廠 媒體都來了 我們不要去亂入 巧遇怎麼會發媒體 對啊 巧遇可以發媒體 那這太巧了 我跟你講 巧遇是後來他們拜完10點半之後 我掃了一輪又回來 顏寬盒走到馬路對面來跟我握手 然後我告訴他說 你好 我是楚音 不是巧音 我跟你講這才真的是巧遇 我必須講 裡面喔 這個玉皇店 玉皇大帝特別安排 讓我跟寬盒能夠見過一面 讓他真的記得我 不要再喊錯了 他的發言人是巧音 我是林楚音 是 那民進黨最後的 因為我看到民進黨其實很有趣 你看 比如說1月5號 1月6號就這兩天嘛 對不對 安排很巧妙 你看上午場是林家傲部長 跟黃秀芳委員 上午下午都是這個 在地或是地方附近的 晚上就換明星級的出來 因為年輕人下班了嘛 對不對 然後林家傲部長現在被 被歸類為在地型的 他是在地 他掌握市長嘛 真的是 真的是 而且他也從台中出發 真的20年 對 然後你看這也是 今天也是上午 魏明谷 陳書月 賴瑞龍 你看就是一些比較 民進黨級的政治明星 是 包括我 1月8號早上 選前一天也會去再陪靜營 掃街 對 然後晚上就真的 林非凡就那種年輕牌的味道 對 這兩位 所以說民進黨現在是有節奏 有策略是不是 我們其實就是希望呢 用一個螞蟻熊兵的方式 告訴大家 在過去中二選區沒有經過好好的 檢視底下 被所謂的地方派系 地方政治所盤踞的狀況 我們希望翻轉 那也確實知道許多的年輕人 他們在過去因為認為說 又有這個 呃 呃 陳柏惟的罷免案 然後再加上後來又是 四個不同意 這個所謂公投 那麼在這一次到底 為什麼需要他們站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年輕的力量 才是真正讓陽光照進來 把這個所謂黑色的這一個 黑牆的那一塊磚踢下來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一起齊心合力 把它推倒下去 所以我們民進黨這一陣子以來 是因為剛好又遇到這個立法院 現在臨時會在加開的過程當中 那麼只要有空 那沒有特別被在委員會當中 被安排去開會的委員 都會一個一個去當進行的分身 因為就像我們前面剛開始 一開始講的嘛 嚴家確實在地方上是有定的實力的 包括嚴家說這個要推出8萬5千票 那過去他們的這個綿密的經營 我們只能用更團結的力量 去把這個黑色的圍牆把它推倒下來 讓陽光照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除了這個靜宜自己的掃街 然後我們透過直播 讓更多在中二選區 你有戶籍 但是不在中二的朋友 趕快回去1月9號去投票之外 另外很多很多的靜宜的分身 包括我 包括我們黨內的不論是民進黨的 是不是立委 包括像其實家瑋啦 或者是我們儀祥啦 其實對年輕朋友 或者是對於婦女朋友 都很有信義 我覺得都應該一起下去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用一點一滴的 所謂的這個螞蟻熊兵的力量 走到每一個街坊鄰居當中 就像你知道這張圖啦 對啊你說嚴家的這個圖 這個大富翁喔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幾天我去的時候 我到不一樣的地方 就會遇到不一樣的相親 比如說我在烏日 烏日的相親朋友就會跟我說 欸你有沒有去旁邊那個招待所 隔一條街就是南屯了 然後我到沙路 他們就說 欸你有沒有去看一下 國產署進不去耶 委員你去看一下 看能不能看一下 他那個違法使用那個保護區 居然還蓋水泥地 還蓋警衛庭 所以大家就一直跟我講 我到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就跟我說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所以我在網路上就有網友 乾脆直接給我這個 那最近又有一個什麼 為了嚴家要改我們的捷運藍線的位置嗎 早上呢就有網友直接傳這個 叫做台中捷運 橫撞線 橫撞線 嚴寬的橫 然後呢如果是我 那我一定會從 公保招待所站出發 一路往下到105的碼頭 再來105號碼頭 再來呢還有什麼 這個是嚴家的服務處 殺戮這個聯合服務處很重要喔 我跟你講現在所有817的公保地 還有這個殺戮的豪宅 還有現在的鎮鷹站 你知道他通通都是地址登記在這裡 可是持有人是誰 通通都是嚴寬恆的二地 為什麼要登記他在嚴寬恆的嚴仁賢名下 因為他不從政啊 他有多少地多少財產 要不是這次選舉 你根本不知道原來中間Mega這麼多 非法都可以轉合法 好再來我們再到什麼 這個鹿澤公司站 鹿澤公司 鹿澤開發 哇很多開發案都跟他們有關 是不是值得去看一下 再來呢這個檳榔站 檳榔攤致富之外 如果你缺槍可能可以寄放在那裡 還可以做抓或轉換 然後再來呢電動間 遊戲場 再來呢這個是 清泉鋼開發 這個也很重要 為什麼這個缺水缺電的地方 居然可以開發 最後來到鎮鋼站 這邊還有好幾塊炎仁賢的地 所以這樣子整個這個 所謂橫撞線 是不是感覺上很豐富很精彩 沒有想到就這樣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個站 太精彩了 我覺得李基短應該派個人去這邊 都拍張照打個卡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真實的環撞線來 哦對齁 對啊 就大概一天可以 沒有我們現在呼籲一下 我相信看94的很多朋友 都知道我的粉絲團 這個都是傳到我粉絲團簡訊給我 你們幫我 中二區的朋友 幫我們去拍一下現場的照片 收集完之後 我們做另外一張更精美的 實境版 實境版 對 有圖有真相版 好 我非常期待 反正這場選舉還剩兩三天嗎 我們這種看戲的 不怕事大就怕事不夠大 好不好 大家去收集這個所謂的實境版 那另外一場大戲呢 硬生生的被國民黨演成的爛尾戲 就是所謂這個所謂中正萬華這個罷免案 現在中正萬華罷免案在邪尋一個人 叫邪尋朱立倫 我們現在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過風前行 終結霸凌 林昌佐和綠營雙北議員 從中正區服務處出發 沿街拜票 立委賴品瑜也加入幫前老闆加油的單車型行列 哈囉辛苦了 林昌佐和賴品瑜在這裡跟你拜託 謝謝你 綠營布置基層名代接力相挺 七個執政縣市首長也拍片替林昌佐催票 故意停止惡意罷免 總統蔡英文也將在六號 以及選前之夜替林昌佐站台 明天總統也會一起來廣照公這邊參拜 那主要當然是我們在2020之前 有一起來拜拜 那也祈求說能夠順利過關 所以這一次也是來這邊還願這樣 林昌佐下來 中小平找來藍營議員助政 藍營更鎖定萬華申籃區催票 更要邀請前立委林昌佐出面 因為過去中正萬華臨場佐 兩度驚險勝出 都只差約莫三個百分點 雖然萬華偏綠 但是新河裡國宅多市 林昌方屢次開票都成功 碾壓林昌佐的鐵票區 罷免方寄望林昌方 因為藍營大咖遲遲沒有動作 他基本上在這次的處理當中 很大一塊 是為了要保全自己的僅存 最後的一點實力 因為他已經有輸不起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國民黨在霸場岸上 從上到下各自盤順 這場仗的成敗 牽連的不只一席立委 家瑋你來自中正萬華嘛對不對 你也打算在這邊 真的參加民進黨議員的初選 所以問你應該最準 現在整個中正萬華氛圍怎麼樣 林昌佐會親奇過關嗎 其實剛剛我們有看那個報導 有說到這個總統 今天要去廣照公 所以我待會也要趕過去廣照公 你要去就對了 我要趕回去待會錄影完 那其實我說實在 現在大家都在找朱立倫 那到底朱立倫跑去哪裡 很奇怪 他之前 好幾年前 大家不希望他出來當總統的時候 他就一直要出來 現在突然大家要找他之後 找不到人 因為其實群龍無首 對 其實因為 他現在好像人間蒸發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網友 現在台灣的鄉民也很厲害 很會露搜 大家也可以去露搜一下朱立倫 問題是整個林昌佐的氛圍是怎麼樣 林昌佐目前我覺得是蠻OK的 因為其實 當然這個整個民進黨 現在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安排一些 這個幫他加油打氣的行程 那所以我相信目前 而且我們早上 今天早上我跟這個林森 然後還有阮昭雄議員 然後還有何博文議員 對 很多啊 這個王定宇委員 趙天霖委員 我們很多人今天早上也在 這個中正區站路口 幫他加油打氣 其實路上很多人對我們是很熱情的 甚至有些人是直接就衝過來 就大喊說 要那個怎麼樣中小平這樣子 那我不方便在節目上說 但原則上就是我認為現在的氛圍是很好 那我覺得說 主要啦 主要是 當然林昌佐沒有做錯以外 主要是中小平他這個人本身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他現在罷免完全不正當 導致呢 現在整個你說朱立倫不出來以外 其實我說實在 國民黨的議員 也沒有人在做什麼大動作 對 那當然也有人說是 這個有些人跟他不合啊或什麼 那這是題外話 但是問題是 你去想喔 一個議員 就他一個人在路上自己喊自己爽 那我那天前幾天啊 我也在路口 我巧遇的中小平 這個剛好也是很巧遇 因為中小平平常不會出現 他連服務處都沒有 那我那天我就一個人 那我剛剛有說 因為顏寬恆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穿巧虎裝 我知道一個一個巧虎小手套 然後呢 中小平就站在我後面 就一個人很孤單的站在我後面 然後呢 舉著大牌子 幾個志工這樣子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他在黨內的人員也是極差 那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連你自己黨內的人都不支持你 你們同樣有政治 同樣差不多這個政治理念的人 都不支持你 那代表你做人真的是非常失敗 那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毫無忠心思想的人 提出來的這個罷免案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民眾不會支持 那我覺得中小平這樣的政治蟑螂 我覺得真的是要離開中正萬華 然後我們要讓林長谷 繼續留在中正萬華 是看起來 看起來家瑋對於這個 中小平的怨恨 比這個對於國民黨的怨恨還深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我們跳開來 當然家瑋跟那個小平 蘇可能在地方有他們的恩怨 我們不談 可是我覺得很簡單 民進黨當然自己也有派系 民進黨自己也會跟小黨合作 就像不同政黨 可是他有統一目標的時候都會合作 可是他們在搞哪招啊 到現在中小平還說 我是黨員 早已恢復黨籍也繳六百元 然後易小偉說 中小平他還不是本黨的黨員 然後台北市黨部主委說 恢復黨籍還在流程中 還沒有還沒有達成 就他們到現在還在炒這件事情 那林長左不是躺著就過關了嗎 所以我覺得剛剛交委說的蠻好的齁 就是針對這個國民黨黨黨內的問題 我待會兒來分析一下 不是你要共同的敵人是林長左嗎 怎麼先內鬥 他們沒有共同敵人 他們共同敵人是彼此 現在目前他要先過彼此 國民黨一百年來的歷史 就是先必須完成他自己的內鬥 才能先鬥人家 人家嘛 但我想還原一個畫面 就是今天早上 我確實我跟康教偉還有林長左等等 我們去站街頭 我覺得這街頭非常好笑 因為我們早上七點半去站街頭 其實就是杭州南路跟那個信義路的路口 所以其實一半也是我的選區 就是大安區這邊 我們就站兩側 其實當時那個誰那個 鍾小平的人也有去 他們站在另外一側 其實當時警察還有一點緊張 警察看到有兩派人買來 他們還派出警力來巡邏 然後甚至於怕說可能會有衝突 好啦 過了15分鐘之後 站在這個林長左這一邊的人數 逐漸從5個人變10個人 15個人 20個人 25個人全部站在那一排 喊說這個支持這個林長左 希望可以這個終止這個惡霸的行為 那另外一邊呢 鍾小平 鍾小平看到狀況不對喔 人都沒出現 助理就默默把牌子放下來就走掉了 真的就走掉了 所以全程整個早餐就是牌子立大天 但人都不見 連助理都不見了 所以我說那個氣勢真的差很多 但是我其實回到 剛剛提到國民黨這部分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必須先行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 就是朱立倫要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你知道這一點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朱立倫已經把這個 四個公投案已經輸掉了 原本我們不要忘記 四個公投案的民調 其實可能是6比4的 國民黨是一面好牌 全部丟掉了 好 那朱立倫已經 就是第一戰已經輸了嘛 對不對 那他第二戰怎麼辦 如果他這個戰爭 如果在這個 中正萬華這個罷免案 沒有通過的話 是不是繼續算在朱立倫頭上 對啊 那如果是算在朱立倫頭上 朱立倫 接下來選 就接下來大選怎麼選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一定看 現在狀況不太對勁 如果我相信今天 鍾小平是壓倒性 有可能會勝出的話 朱立倫怎麼可能安靜 但是既然這個 沒有這個情境發生的話 我想朱立倫可能會避開 那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是更複雜的 就是鍾小平跟自己黨內人 要怎麼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這個罷免案通過的話 國民黨要提名誰 要提名林玉芳 還是提名鍾小平 我說這個是接下來 國民黨根本沒有辦法 去解決的問題 鍾小平 他確實有他地方 是他黨內人員非常差 這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 其實應小偉也出來驗證了 公開的驗證嘛 對不對 那林玉芳過去 其實在忠誠萬華也是經營 非常非常久的一個立委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覺得說 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林昌佐被罷免 他有機會 他一定也這樣認為啊 所以國民黨未來 如何去擺平這兩個人 我相信 他們也是擺平不了的 所以因此呢 我認為國民黨 這一次缺席於這一次的罷免案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問題是 你不是你缺席 就不會刷在你頭上 就像你期末考 你不去考你還是0分啊 你並不會因為你不去考 你就不會被當啊 這件事我都看不懂 然後你到現在還在說 鍾小平永遠只想著自己 還在嗆鍾小平 不是你沒有共同的敵人 民進黨派系在怎麼鬥 遇到不同的對象 有外人 一樣先團結 先把這幫殺掉再說 國民黨永遠刀口 對面這我永遠看不懂部分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念兩個斗內 第一個是 好斗內的70塊 他說 他說 說實話我覺得不管補選 結果如何 嚴加為見 大概只能靠隕石 才能拆除 並且還地於民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靠隕石 呼叫盧市長 不如呼叫隕石 可能比較快一點 然後另外是 不知道是那個 他說 他說 葉元之調侃余將軍 被死亡威脅的是 元之真的噁心 鄭浩雪地加油 酒勢好看加油 那應該不是那個Eric 不是Eric黃 好 那沒問題 我們講完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接下來我們請傑民哥到前面 沒有 時間有點短 沒關係我們 看怎麼講 我們請傑民哥來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現在西安的狀況很危機 傑民哥你來跟我們來講一下 西安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們知道西安的封城之後 他們有一句話 你可以死在病裡面 你可以死在餓死 但是你絕對不能死在武漢病毒 所以這事情已經引爆了 大家的這個恐懼 那很多驚悚的畫面出現 這是個孕婦啊 因為她身上身體就是不適嘛 她去醫院結果她核酸 在四個小時之前 剛剛過期 結果呢這個醫院 就硬不讓她進去看病 那這個情況下 胡等在 你知道現在現在很冷 這個畫面我看得很心疼 血在流 這個事情現在引爆了 整個中國憤怒 而且你知道第一個 講這件事情是她的外甥 就是外甥呢 出來的文章的時候 被封鎖完之後 有人就拿出了這個問題說 難道我們要死在病死 為了這個病毒嗎 這事情得到 將近有好幾億人的一個 這個案戰喔 這個相當恐怖 但是最恐怖是什麼呢 就是不怕分布軍 只怕你有沒有 這個是說什麼事情呢 事實上手機要幹嘛 手機要換米啦 然後這個遊戲叫什麼 香菸化白菜 對香菸化白菜 現在問題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缺物資 那你乾脆拿東西給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錢了 但是我覺得最恐怖 應該是這個事情吧 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食物的缺乏 但是有人有食物耶 你知道有誰有食物 好我們看那位太太的畫面 這個 對這個畫面 其實她基本上是一個 高級官員 然後拿著一堆食物 裡面講共產黨正好 共產黨正好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重點是別人根本就沒有菜啊 而且這邊很多演戲的動作 都出現了 這是西安 現在只有一個字叫慘 第二字慘 第三字還是慘 好非常謝謝傑兵哥 其實這件事情 我來幫大家補充一下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其實西安 他們封城的過程中 面臨到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他們的糧食不足 然後法規非常非常的簡陋 法規有多簡陋 這是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婦人明明就要臨盆了 明明就已經有發生問題了 結果在醫院 不得其門而入 因為醫院堅持 你做完核酸檢測才能來 核酸檢測要最快兩個小時 所以活生在這邊流產 甚至西安現在因為物質不夠 幹嘛呢 你看喔 有人拿香菸換大白菜 然後有人拿這個任天堂 來換這個泡麵 甚至你看 昨天拿五個雞蛋 兩個蘋果 在小區裡換了一包火鍋底料 這西安完全走進原始時代 以物地物 更誇張是什麼 我針輔導數學老師 一個小時三顆土豆 這下面還有人應徵 說有嗎幾年級的 土豆沒有 那兩個雞蛋一個西紅柿可以嗎 還有說我可以教美術 結果整個西安現在 它缺乏糧食 缺乏到這樣的程度嘛 而且為什麼缺乏糧食 你有錢不見得買得到 一盒蔬菜賣438塊人民幣 大家換算一下要乘以4乘以5 你如果是當地的人 你能夠買幾盒蔬菜嘛 所以整個西安目前 真的不換寡換不均 可是偏偏喔你看喔 有人在網路上說 不是啦 我們真的有很多書 在這邊 他說我們並沒有買不到菜啊 你不要再黑西安了 然後他就 這有網友就問說 那你在西安住哪裡 為什麼買得到到菜 因為這人可能想去買嘛 然後他說我在西安的永松路三號院啊 結果人家一Google 永松路三號院是什麼 西安市政府的高級大院 就是說裡面全部住市長啊 秘書長等等的 然後呢250 你看西安市政府小區14號樓 就是永松路三號院 所以現在整個西安變成說 你兩樣棋嘛 一邊是普通的 你連生 你要生小孩 你都進不去醫院 另外一邊呢 你是貴婦 你可以炫耀你的蔬菜 而且呢 你既然住在這個永松路三號院的時候 被人家一查 發現你是市政府官員 你才可以吃到蔬菜 所以整個西安內部 真的非常危險喔 那這就是現在西安的狀況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九十要客室的話 拜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明天同一時間收看 謝謝大家 掰掰囉